救護車急忙將人送到醫院 這是新北中和兩歲男童當時搶救情形 最終他不慎離世 爸爸出面氣速 關鍵的81分鐘 疑似讓他失去寶貝孩子 要新北市府衛福部給交代 現在狀況是我在鏡頭面前 我看到我都不知道怎麼做的 7點11分我們就打 為什麼救護車還沒有到 所以最後到7點20 我終於聽到救護車了 懷疑時間點下午5點半 發現孩子有異狀 半小時內狂打三通到中和衛生所都沒人接 5點42分第一次撥打1922說只能記錄轉達 6點打到119也說要找衛生所 偏偏這個時候連新北消防局也打不通衛生所電話 後續恩恩爸爸又連續打了1922和119 直到27分後消防局這才聯繫上衛生所 6點54分衛生局通知消防局可送醫 7點06分消防局派遣救護車 7點半南童抵達雙和醫院救治 面對家長的疑問 第一時間新北市府只說是按照當時中央規定的 每一個生命 問題是確實連新北自家消防局擊破時都沒辦法聯繫上衛生所 這30分鐘是否錯失救援時機 所有的這個電話呢15條線也都是都已經都是open 在那個時間點上面是不是滿線的狀況 1922我們基本上都有錄音存檔 所以在一年內的事件民眾都可以來調 也因為這case指揮中心改成緊急時可由119直接聯繫醫院收治 但黃金救援時接拖了81分鐘 一個小生命來不及長大 中央地方不斷重複說遺憾 聽在家長耳裡恐怕只有更刺耳 TVB的玄華少平李宗和新北市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